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一个行情又破低点 对不对 来到了8223点 来到了8223 那我一直跟大家讲 从9000多点 9500 9600 一路到现在 一直跟大家讲 这张图你应该看到烂掉 真的 我觉得已经看到烂掉 失分都在偷笑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每天都给大家看 你会觉得每天航行都一样 对吗 对吗 所以我们深入一点 今天的棋子的操作 你要怎么做动作 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开盘是开平盘 开平盘 上下的小幅震荡 没有跌 开盘没有跌 那后面的动作 你要怎么做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好你看 今天的行情开盘在这里 8330 几乎就是最高点 开盘就最高点 杀下来 今天的低点在8223点 高低点 相差了107点 好朋友们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最有行情的 是不是早上那一段 对 你看如果到11点多之后 都不会动 那个投票 看到那个券商的那个贝贝 吃饭都吃 看到那个排骨都掉到地上去了 因为都不会动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早上那段行情 你要做掌握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的行情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 先一个急杀 后面反弹 再往下压 好所以 今天的一个行情 投票你看 开平盘之后 你就要想一件事情 因为投票我常常教大家 你操作期货的部分 你就去想 如果今天 好像行情开始往下跌 你看早盘开始在 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去想一件事情 我到底是要放空 还是要做多 对 每天大家都在天然交战 看到行情在变化 我到底要放空还是要做多 同学 我教大家 我已经教过大家 你要把选项放宽 什么叫选项放宽 放空 或者做多 或者观望 对不对 三个 选两个 你的胜率就有六成七 那如果说 我一定要选一个 你就一翻两叹眼 对不对 那你今天 做多就会赔钱 对 那我跟大家讲 你今天正确的选择是什么 你要放空 或者是 我真的不敢空 那我观望一下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做多 好 投票朋友那答案在哪里 问老师为什么今天要放空 对 我跟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工具的画面 来 我们先回到电视的部分 好 你看 今天的一个行情 哇 真的太漂亮 来 我们先请摄影师往左上角 我们把他拉近一下 今天开盘的时候 这一根第一根K线出现了一个讯号 叫做加码空讯 绿色星星在8325点 8325 那我还是跟投票朋友复习一下 因为也有一段时间 没跟四分合作了 对所以 复习一下 这个指标 你要怎么看 投票朋友你看到这个讯号 今天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对你今天就是 我就放空 不然我观望 也可以 你没了解 我跟大家讲 来 所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 你看 我们要掌握的是一个关键的获利点 对 关键的获利点 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就是他 绿色的星星 今天最佳男主角就是他 加码空讯 空方加码 你今天看到这个讯号 你怎么会做多 对吧 我跟大家讲投票 所以 我们常常希望能够透过 教学的方式 教大家 因为今天可能投票 又跌了 你先 心情很难过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 再去说 去嘲笑你什么 我们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们希望 你要用正确方法 对不对 我们尽我们的权力 帮大家 来获利 来操作 这个才是最重要 你就不要想太多 所以你看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 你看 今天的航行 对不对 出现了这个讯号 加码空讯之后 你看航行 一路的一个击杀 一路的一个击杀 好 那你看 跌到什么地方呢 来我们这边 再把它拉近一下 这边出现了一个讯号 叫做低档关系讯号 在8243附近 出现了这个红色三角型号 投票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当你看到这个讯号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动作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的位置 这个讯号代表什么 空方解码 那也就是说 我这边看到这个讯号 我放空了 那跌下来 你这边你要干嘛 把你的空单回补 这样就好了 这样应该很简单 所以你看今天就这两个讯号 早上放空杀下来回补 没有了 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你就看说 为什么今天 到10点之后 航行不太动 你看一下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 对不对 如果你在10点之后 还拼命操作 就是浪费你的时间 真的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金钱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可能 可能会被扒了好几次 因为航行都非常黏 都不动 所以最重要的精华是哪一段 这一段 这边你要放空 你看这样一跌 价差就82点 速度非常快 而且今天早盘的 大户是在放空 跌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今天的航行 运用工序的画面 我还是跟大家讲 你就把心放宽一点 你就不要想太多 你看今天有加码空讯 今天开码就出现了 那你就不要做多 对不对 你说真的 今天就不要TK 对不对 想说开平板应该不会跌 很多投本很TK 想说不会跌 买一下 对不对 一跌 跌了100点 如果你没有停锁 你今天就先赔100点了 很可惜 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操作 所以你今天看到 加码空讯号 第一个放空 你能够赚到钱 第二个我观望一下 你起码 不要做多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的教学 都非常的认证 所以我们今天的 工序教学 怎么教大家 来我们请 摄影师回到手板 所以这个是今天 8月17号礼拜一 早上的8点50分 对不对 我们你看 谁这么认真 对不对 8点50分就跟你讲 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出现加码空讯 跟大户做空 所以行情走漏机会 是很高的 早盘是下沙白点 对 这个讯号 我们再复习一下 你看到这一个 绿色星星 你看 是不是很简单 对 绿色星星出现 这个空方加码 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出现这个讯号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今天的行情 会做个下沙 而且你比较一下 因为今天很多投票 为什么会 去接多单 我这样讲 这个是 有人讲人性 真的 就是想说 跌了 跌这么深了 怎么会再跌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 期货的行情 你要去想 期货当中的行情 它有时候就是什么 那个市出现 很快速 所以你的方向要对 对不对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所以你看 今天的一个行情 这边绿色星星出现 击杀大户做空 那就很清楚 那你看 来我们请 这个地方把它拉近下 如果你看的是一般的K线 对不对 今天这样跌 你真的不知道 哪里 你要动作 对不对 而且你可能 来我们稍微往上带一下 你看哦 这边有什么 往下杀 你想有低点哦 来买 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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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一句这个 量饭店的话 天天有低点 对不对 天天都有更便宜 所以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期货的逻辑 你要想清楚 期货操作就是 不管什么 你外赛环境 你都不要管它 重要什么 我们以指标操作 对不对 这个是温文老师的中心思想 我们就是用指标操作 对不对 帮助大家来获利 所以你看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 所以你看 今天的行情 对不对 如果你看一般的K线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你怎么知道 什么要放空 你完全不知道 而且 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陷阱 投票朋友说 我问到是陷阱 在哪里 今天 杀下来过程当中 有一个地方 出现什么 急拉 拉了大概60点 5分钟的时间 拉了60点 在哪里呢 来我们请社会师 回到电视的部分 在什么地方 好我们请社会师 这个地方 把它拉近一下 这边有跟 常常的红K线 对不对 可能小了一点点 那你有看到 红色这一根 拉得非常长的什么 红K线 很多投票朋友 会在这个地方 想说行情应该直稳了 跑进去买 结果呢 又下来了 好那我们往左边带一下 可是你如果看到工序画面 告诉大家什么 这边出现低档过来 对不对 有没有请你 红线头请你做多 没有对不对 这边请你干嘛 空单回补 后面什么 又压回来 好所以我们直接 来看工序的画面 会比较快一点 直接让大家 来做一个对照 你就会了解到说 为什么今天的行情 你要这样子做操作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跟大家来做说明 来我们请设计师 回到电视的部分 好你看 左边是我们工具画面 右边是一般的K线 好今天的开盘 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先请设计师 把它拉近一下 这里 这个地方 出现了这个 绿色的星星 好那我们来对一下时间 好我们先往下面带一下 这个是今天的 我们可以再经典点点吧 那个时间 好谢谢 8月17号的8点45分 好我们请4分 帮我们确认一下 对这个时间 OK好谢谢 好来我们在网上带一下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什么 连续出现什么 两次绿色星星 好投票 加码空讯架上大户说空 你看回到 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议题 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讯号 你要做多吗 投票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要做多吗 不要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你今天可能很认真 非常努力在做多 对非常努力在做多 你今天就不会赚钱 你今天就会面临到亏损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你的方向很重要 来我们请花手摆 所以方向不对 努力就没有用 投票你今天可能非常非常努力 可是如果你的方向不对 怎么努力都不好 对你今天如果拼命做多 怎么样都不会赚钱 今天就是要偏空操作 才会赚钱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 所以你看 当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 非常清楚嘛 绿色星星 好那你看后面行情 开始瞎杀 再跌 你觉得好像不会跌 你看这边 觉得好像不会跌了 对不对 那你看后面行情是不是 继续压火继续杀 真的哦 你一直埋一直跌 很奇怪 尤其到这里 弹上来过程当中 这边出现什么讯号呢 来我们请 这个地方把它拉近一下 出现这个讯号 红色三角形 你看本来还没有 对不对 是在这里 后面出现了 好 出现这个讯号 来我们再稍微拉远一点点 所以你看 今天你就做这一趟就好了 杀下来这一段 把它空单回补掉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看右边的画面 如果你看一般的K线 对不对 这边弹上去 可能很多投票会去追 一追之后呢 你看哦 后面的行情 你看它又开始下跌 对不对 你一追立刻套牢 所以非常清楚 你看今天工具画面 你看哦 所以我把行情放完 而且你看到了什么 10点钟过后 哇这个行情几乎跟这个 年巴达一样 这个完全不会动 对不对 你看行情都不会动了 所以今天最重要就是这一段 对不对 而且昨天 应该说上周五 已经提醒大家 连续两次加码空讯号 这一段才出现什么 下沙的一个航行 所以你看 这样有没有清楚 很清楚 我希望你把它看清楚了 你觉得说 我们的工具对你有帮助 都欢迎大家来做洽询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进我们的 专业跟力量 帮助大家 所以你看 来我们请花手板 所以你看哦 今天的这个什么 讯号 非常漂亮 最佳男主角 非常漂亮 航行会走落会下杀 下杀白点 对不对 那我们的动作就是偏空操作 偏空操作 这边击杀 短短13分钟 速战速决 对不对 这边杀下来 所以我们在拉上来过程当中 你这边不能去什么 追 你要放空 再杀下来 所以航行 如果我们早谈所说一样 加码空讯之后就开始下杀 对不对 就开始下杀 跟我们讲的 完全是一模一样 所以时间 时间不会从来 行情 您真的要把握 时间不会从来 行情 您真的要做把握 你看到今天的行情 你一个犹豫 对不对 就跌下去了 没关系哦 跌下去没关系 说我没有做 不要紧 没有关系 你起码今天 真的不能够去做多去受伤 头部有跟大家讲 没有人希望您 赔钱 真的没有人希望 对不对 我不希望 大家都不希望 你也不希望 谁希望 没有人希望 可是呢 有时候 这个事情会不如人意 可是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有正确的观念 跟方法 这些东西 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来 我们请花手板 我们跟大家讲 如果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那您为何不改变 头部你改变一下 你今天 你就会做对 今天你就会做对 所以你看哦 时间 真的不会从来 行情 你要做把握 说不定明天 还有更大行情 我应该实际上讲 我认为明天 还有更大行情 为什么 因为礼拜三 是台子级结算 对不对 今天礼拜一哦 今天8月17号 8月18号 8月19号 礼拜三是台子级结算 所以这两天的行情 都会很大 您要好好把握 说真的 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不占 我们操作其实就是这样 不占多方 也不占空方 我们跟大家站在同一边 说真的 我们希望能够 透过我们的专业 帮助大家赚钱 所以今天 给大家一个观念 来 我们请花手板 懂得避开 就能够获利 对不对 懂得避开 就能够获利 讲一句老掉牙的 老掉牙的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财少 对不对 你今天先不要去赔到那个钱 你明天能不能够赚钱 可以啊 可是你今天先赔了一百点 你明天就没有信心了 如果你连续五天都赔一百点 赔五百点 请问一下你后面 就算你真的行情做对了 看对了 我这样讲 看对了 你也没有信心 实际经常操作了 同样就说 我老师公内有斗力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你看到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行情都是什么 非常的中肯 而且非常的确定 来 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所以你看 今天行情就像这样 所以出现加码空的讯号 往下什么 下杀 八十二点的空间 那你看这个就是今天的行情 运用工具画面 非常的一个清楚 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家讲说 你要运用工具画面 来做操作 你就不要想太多 来 我们请回到手版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孙子兵法有讲 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 同样我觉得这个有点文言 来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你说 我老师说会讲 期货跟股票还会讲历史 对啦 同样我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善战者 来 我们再回到手版 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 你要先有方法 让你今天 早盘那一段 你不要去 偏多操作 同样我跟大家讲 讲得非常什么 确定 你要看到今天早盘 开盘就出现 这个讯号你哪里做多 不然啦 你今天就不会做多了 你就不用管任何的讯息 GDT不好 还是什么其他讯息 都不用 你不用管太多 我们就跟大家讲 非常的清楚 来 我们再回到手版 所以不要等到生病了 才想到有改变 同样真的 你不要等到生病了 才想到有改变 什么意思 不要等到说 真的已经 都赔光光了 这个时候你才痛定失痛 同样有点买乎啊 为什么 你可能 真的你想要改变 可是呢 你手边已经没有资金了 你要如何继续操作 对不对 你要如何继续操作 所以你的每一步棋 都要很重要 你都要重视它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你看除了今天行情以外 我们来对照一下 上个礼拜 甚至过去八月份的行情 我们就跟大家讲 你要善用工具 其实一步一步持续性来做操作 就可以帮大家稳健的创造获利 来 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所以你看 这个是什么 八月十二号礼拜三 卖出讯号之后呢 开始出现什么 压回的动作 对不对 你看这样一叠叠的161点 你看 讯号非常的明确 161点 所以我们的教学 跟操作都非常的一个什么明确 来 我们先回到手版 所以八月十二号 一样跟大家讲 832这边放空 对不对 短线架叉 32点先做什么 掌握的动作 而且你看 波动很大 操作难度很高 我们还是尽力帮大家做掌握 按照几率来做操作 所以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 看到的是希望 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 看到的是希望 朋友朋友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成功 你还没有放弃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老师为什么我这么肯定 您还没有放弃 如果你现在放弃了 你就不会看节目了 对不对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你现在放弃了 你现在就 你看现在几点 4点 我看一下 4点17分 我也对一下 差不多 4点17分 刚好什么 睡午觉 对不对 睡起来刚好吃饭 刚好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现在不是在睡觉 你在看温文老师的节目 对不对 你认同我的理念 代表什么 您想要成功 那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 帮助大家 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这几天行情都一样 不是只有空 我跟大家讲 你看 有没有可以做多的机会 都有 所以多跟空之间 这个是每天都不一样的 每一天的盘都不一样 你没有正确工具 如何掌握呢 来我们回到电视部分 所以你看 像这个8月11号礼拜二 一样嘛 你能不能够做多 也可以啊 如果你真的要做多 像这个 出现什么 红色星星 好投票 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不是都是在空啊 有时候行情会涨嘛 对不对 当中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 它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是多空松响的 你就不要想太多 来我们请回到手板 所以 你看哦 当然你看到这个什么 红色星星是什么 加码多讯嘛 多方加码 所以你看到这个讯号 你反而应该要偏多操作 所以涨上去过程当中 看到调节讯号 你就出嘛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所以你看像这样子对 也有三十几点啊 没办哦 三十几点 乘以200就 快八千块了 一口而已哦 快八千块了 这边 出现什么 高档瓜里 蓝色三小型 一刹就跌了多少 183点 速度非常的快 来那你再看 像这个 8月7号 这个是上周五 一样嘛 你看哦 来我们请 这次左下角 我们把它拉近一下 当你看到这个讯号 低档瓜里讯号 8 3 2 9 告诉大家 这个代表 什么意思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是不是像这个 你再复习一次 这个都很简单 你看一次就懂了 空方减码 对不对 空方减码 代表什么 航行杀不下去了 短线上面航行已经杀不下去了 所以代表说 为什么 有时候航行要多 有时候航行要空 有时候会开地杀地再反弹 一切都是有逻辑 所以盘是会重复的 重点是 你要抓得到 所以你看哦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像这个样子 你看哦 往下急杀 对不对 出现低档瓜里反弹了多少 81点 你就掌握这一段就好了 不会这样 跟今天航行一样 今天下杀还是跌多少 80点 这样就好 我这样讲 你不要赔到那个80点 赚30点赚50点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就是当冲 他什么 有趣的地方 他迷人的地方 就在这个里 所以可是你的方向 你要站对边 所以你看那一天的航行 我们怎么跟大家来聊 来我们请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哦 这个是8月7号 跟大家讲 出现低档瓜里 对不对 航行会直纹 后来反弹多少 白点 从8340弹到多少 8423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偏多少 8355 55点的什么 价差 只有专业才办得到 这边冲上去 这边冲上去 55点的价差 55点的价差 所以低买高卖 才会是赢家 低买高卖才会是赢家 说真的 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 我能跟大家讲的 我尽量讲 所以你看过去的行情都是 不是每天都要空 可是你要判断对 像这个行情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像这个 8月5号这边 你就要做多 拉上去对不对 将近多少 85点的空间 我们的什么 教学也都会教大家 来我们先花手板 所以像这个 出现什么 加码多讯 软体教训 你看我们是业界首创 刚才我们有 业界首创 买进讯号 所以什么 偏多做操作 这边拉上去 一样 40点的空间 先做什么 掌握动作 动作都是非常的明确 动作都非常的明确 这边 买低卖高 才会是赢家 所以现阶段的行情 你不要想太多 当中的部分 我们就是什么 按照工具来做操作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来我们请花手板 人生最坏的决定 就是你决定 什么都不做 好 投票 这句话送给大家 人生最坏的决定 就是你决定 什么都不做 明天后天 面临到重要的 结算转折 千万不要放弃 欢迎大家 来做下旋 好 这是这阵子的行情 分析提供给大家 当然更多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时间不重来 行情要把握 趋势精英决策系统 掌握关键获利点 简单明确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血清素是人体 最重要的快乐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 帮助入眠快乐满点 快搜寻乐活香蕉 时间不重来 行情要把握 趋势精英决策系统 掌握关键获利点 简单明确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回言耸听 真假能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芳 发发健康友芳 让您健康恩次芳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9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 红布播出 青春有我做主 奥利多水 增加铁内 Beef the stream 维持消化道机能 奥利多 孩子的蛀牙 是爸妈的责任 原来他用 德纳儿童牙膏 他能强化牙龈组织 巩固法郎值 德国原装进口 含幅配方 能有效预防蛀牙 好牙齿 是自新的开始 德纳儿童牙膏 没助牙 时间不重来 行情要把握 趋势精英决策系统 掌握关键获利点 简单明确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欢迎回来 今天大缩台北股市 为什么跌这么惨呢 因为在股市里头 指标性个股 IC封测半导体 这一块在跌 不过今天有蛮多 这个跌升个股 在做反弹 到底在个股 要怎么来掌握呢 赶快这么时间 交给我言格 好 我跟大家讲 其实从这个 个股的操作 我先跟你讲一个逻辑 我觉得很重要 我希望你可以听进去 现在的行情 今天大盘看到8200 又破底 我觉得真的伤了 每个投资朋友的心 真的都碎了 可是今天礼拜一 黑色星期一 又压回 那我跟大家讲 现在叫你放空 我前一波一直跟大家讲 一直跟大家讲 小心小心小心 讲到现在 我觉得你应该 也知道我的意思 可是我不会在现在 再跟你讲继续空 投票你说 问老师你的看法要变了吗 不是 我要跟你讲什么 操作的做法 现在你空 你也空不下去 做多你也不敢 对吧 我再讲一次 现在空 我怎么放下去 对不对 已经跌了1600多 我怎么空不下去 那你说那你做多 我又会怕 对不对 又会害怕 那怎么办 你要用什么 加差的方式来做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先来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举一档个股 做例子 你来看一下 来我们先看一下 电视的画面 这一档股票 叫做4733的上围 我们已经做了四次 赚99块 赚99块 你不要以为 你从多少 259跌到现在200块 也才跌50几块 怎么可能赚99块 中间你要价差操作 对我们空多少 259 补184.5 弹212再空 再补 再空 再跌 投票 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 又快跌停板 所以我现在的 跟大家沟通的观念是什么 不是在教你说每天都放空 不是因为你也扣不下去 你空不下去 对你真的空不下去 所以你现在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做 用价差 为什么 因为你说我要做多 也不敢 怕怕的嘛 对现在请你做多你敢吗 我全力邀请你也不敢吗 放空你也不敢吗 那怎么办 怎么样 你要想哦 现在多跟空你都不敢做 可是你的投资要不要继续做 要 要 对不对 这样你要怎么办 来我跟大家讲 我教大家的方法 来我们请花手板 所以 有方法 有工具 就有机会跟希望 真的 你不要想太多 我们这样跟大家讲 上尾 指标 翻空 对 这边放空 225 这边再空 211.5 来 我们刚才 刚才 这边跟大家讲 我们这里是先 干嘛 这里是先回补 先赚24块 这边211.5再空 184.5再回补 对不对 212再空 你看都是有逻辑的 28块再回补 你再看 这边 211再空 今天收在收场 201块 四次赚了44块 上尾有没有崩盘性的大跌 还没有 可是你看 中间的架杀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像这个样子对不对 这边空对不对 压下来 反弹再空 再跌再补 所以中间的架杀都一样 来我们回到左半 所以你要积小胜 为大富 积小胜 为大富 绝对来急 欢迎大家 来做一下旋 好 更多航期分析 明天从事件锁定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by bwd6 by bwd6 by bwd6